身很大就像放鞭炮一样 二档到一档的时候 然后我踩刹车 准备停车的时候 一踩刹车 它车子就会顿挫 严重的一响咔嚓一声 还没到家在路上 车子就出现了问题 9号3月29号的时候 来这个店里面 购买的这个商汽大众 帕萨特330豪华版的 一般的分期总供应 花了21万3左右吧 欣先生说 提车回去的路上 车辆就出了问题 他提供了一段 在车外拍摄的视频 画面中 车子在刹车停止时 发出一声明显的异响 目前这辆车停放在 浙江原则4S店里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 欣先生驾驶车辆 开了一段时间 在欣先生驾驶期间 这辆车有时会在 刹停后出现异响 以及顿挫感 刚买的新车 就出现这种问题 欣先生不能接受 他说之前找到门店 工作人员让他 把车放在这里 钥匙他自己带回去 然后他就说 这个手续这些东西 他说才传上去 又怎么怎么样的 最后给我讲了一句话 是他说我讲一个 你听听就算了的事情 他说其实这个车子 修修还能开 这辆车的话 之前在我们 试车过程当中 明显的感觉 第二降到第一档的时候 是有个明显的冲击 和异响的 那么经过我们的技术 就是我们机总监 包括我们上报地史 包括上报厂家 那么后台反映是我们的一个 有可能是存在一个变速箱的问题 那么目前来说 该车辆的话 已经在我们的上乘部上报了 那么已经在走 我们的退货流程了 正常我们之前 答应客户的话 是本周五之前 能知道答复 这版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家用汽车产品 自销售者开具 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之日起 六十日内 或者行驶里程 三千公里内 出现转向系统失效 制动系统失效 车身开裂 燃油泄漏 安全装置失效 车辆自燃 或者因其他质量问题 引起车辆失控 或者发动机 变速器的主要零件 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 销售者或者生产者 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 予以整车更换 或者退货 并依法赔偿损失 新先生认可退车的方案 表示会等赛斯电的正式答复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 平约 指数通知 浴宏 白纨 均指数通知 断夏 赛斯电 断夏